阿特拉斯这颗彗星不讲武德,又开始作妖了 目前它正在疯狂地往外喷水,每秒40公斤 要知道在它现在的这个位置,阳光微弱得可怜 普通彗星早就该歇菜了 可这家伙居然像装了涡轮增压一样 喷得比靠近太阳的彗星还猛 Swift太空望远镜都看傻了 阿特拉斯每秒能喷出1.35乘以10的27次方个枪积分子 谁家的普通彗星能这样喷 简直堪称太阳系第一大盆子 科学家们算了一笔账 发现阿特拉斯表面至少有8%的区域在活跃着 而一般彗星也就3%到5% 更奇怪的是 这些水好像不是直接从汇合表面蒸发的 而是从周围那些冰粒子里慢慢释放出来的 就好比彗星周围飘着一圈小冰块 每一块都在太阳光下慢慢融化 一起给彗星添砖加瓦 这完全颠覆了我们之前对彗星的理解 说到星际访客 咱们太阳系其实已经接待过三位了 第一位叫奥默默 2017年发现的 这位老兄特别高冷 干干净净 不攀水也不带尾巴 就是一个翻着跟头的大雪家 静悄悄地从太阳系穿过去了 天文学家急得直跳脚 追着他想多了解点 结果傻也没捞罩 就看到他莫名其妙地加速了一下 然后消失在了黑暗里 两年后 2019年 第二位访客鲍里索夫来了 这回天文学家们松了口气 因为这颗彗星表现得正常多了 该喷水喷水 该带尾巴带尾巴 连那层淡蓝绿色的青根光韵都标标准准的 完全符合教科书上对彗星的描述 天文学家们松了一口气 至少这颗星际彗星 看起来跟太阳系的彗星差不多 然后阿特拉斯就来了 直接掀了桌子把教科书给撕了 这颗彗星的亮度变化曲线特别诡异 不是慢慢变亮 而是突然搜的一下爆发的 就像有人在他内部按了个点火开关似的 更离奇的是 他的颜色也变了 从普通的灰白色 变成了怪异的荧光绿 这绿光是青根分子发出的 本来也挺正常 可阿特拉斯偏偏憋了好久才突然释放 跟鲍里索夫那种一开始就稳定发光完全不一样 不仅如此 他的光谱里还出现了镍的谱线 这就更稀罕了 整个过程就像一场化学魔术秀 先憋着 然后突然一下全爆发出来 但真正让科学界炸锅的 是7月欧洲南方天文台甚大望远镜的发现 当时阿特拉斯距离太阳大概2.8个天文单位 天文学家拍下了他的光谱 结果发现了一个让人头皮发麻的现象 光谱里有镍的谱线 却几乎看不到铁 这事有多不对劲呢 在所有已知的太阳系彗星里 铁和镍就像一对双胞胎 形影不离 通常比例是10比1 可在阿特拉斯这儿 镍弧零零地出现了 铁却不见踪影 负责这次观测的维尔尼卡库布尔博士 估计压力大的不行 她的每一步操作 每个数据都被同行们拿着显微镜检查 生怕是仪器出了问题或者哪个环节搞错了 但一次次观测下来 结果都一样 镍就是镍 铁是真的没有 科学家们现在分成了好几派 炒得不可开交 有人说可能阿特拉斯出生的时候 她母星周围的那片尘埃盘 在形成行星的过程中就把镍和铁分开了 一个留在表面 一个埋在深处 也有人觉得是化学反应的问题 在富含一氧化碳的环境里 镍可以形成一种叫 镍汤基的挥发性化合物 这玩意儿在阳光下会分解释放出镍原子 但铁的汤基化合物就难搞多了 还有人把矛头指向宇宙本身 说不定是宇宙射线和微陨时的轰击 把表层的铁给封住了 或者锁在了某些顽固的矿物里 而镍就比较容易跑出来 更有人直接说 会不会阿特拉斯的母星本身 金属比例就跟太阳不一样呢 每个假说听起来都有道理 但谁也说服不了谁 数据摆在那儿 谜题还没解开 如果说镍铁之谜已经够离奇了 那么詹姆斯尾部空间望远镜带来的发现 就更让人吃惊了 近红外光谱显示 阿特拉斯携带的二氧化碳 可能比水还多 这在彗星界简直是闻所未闻的事 正常情况下 彗星都是水当家 二氧化碳只是个配角 可阿特拉斯居然反过来了 研究彗星化学的 Annas Maren博士分析说 这说明阿特拉斯肯定是在一个极其寒冷的地方形成的 可能是某颗恒星周围尘埃盘的外围边缘 或者干脆是一颗特别暗淡的恒星附近 冷到二氧化碳都能以冰的形式保存下来 更奇怪的是 那标志性的绿色青根光芒来得特别晚 关于这一点科学家们的猜测是 这可能是因为它的内部有好几层不同的冰青根被压在最底面 外面那些更容易挥发的东西先跑掉了 等到彗星外壳裂开或者冰粒被抛出去晒到太阳 才轮到青根登场 看到这儿可能有人会想 这么奇怪的东西会不会是外星人的飞船呢 灭元素异常 化学成分古怪 行为诡异 这些特征加起来确实挺让人浮想连天的 科学界也讨论过这个可能性 有少数人提出技术特征的猜想 但绝大多数研究者还是比较冷静 他们说自然界本身就能玩出各种花样 不必急着往外星文明那儿想 其实镍这种元素是超新星爆发的产物 它携带着银河系另一个角落的化学记忆 如果将来极大望远镜能够测量镍的同位素比例 比如镍60和镍58的比值 我们就能判断这些镍到底是来自剧烈的超新星爆发 还是来自那些安安静静演化的恒星 但现在的望远镜还不够强大 没法做这么精细的测量 所以目前这个镍的谜题既是个难题也是个承诺 等技术进步了 答案自然会揭晓 科学就是这样 越是惊人的猜测 越得用足够硬的证据来撑腰 在拿到确凿数据之前 阿特拉斯更像是银河系派来的信使 而不是外星人的快递 目前有个好消息是 科学界已经做好准备迎接下一个星际访客了 威拉 鲁冰天文台 预计今年底就能全面运行 它会每隔几晚扫描一次整个南方天空 这样的话像阿特拉斯这样的访客就不会轻易溜走了 电文学家们的愿望清单已经列了一长串 他们特别想知道阿特拉斯在接近太阳的过程中 铁元素会不会终于现身 想看看尘埃的颜色会怎么变化 还想测量汇发的偏振特性来破解它的内部结构 甚至有些机构已经在起草快速发射的应急预案 准备让小型拦截器随时待命 一旦发现下一个星际来客就立刻追上去 这听起来像科幻小说 但现在已经在认真讨论了 各个机构之间都在传阅出发备忘录 规划着下一个异常天体出现时该怎么办 这是一个全民参与的时代 从专业天文学家到后院观星爱好者 每个人发现的每个异常 标记的每个数据点 都会被汇总到一个庞大的数据库里 慢慢拼凑出银河系的化学地图 靠运气偶然发现天体的时代结束了 主动出击 系统搜索的时代开始了 挑战在于如何抓住这些稍纵即逝的信使 把短暂的相遇变成长久的知识 最后让我们回到阿特拉斯本身 在距离太阳3.5个天文单位的地方 它每秒喷出40公斤水 携带着诡异的纯涅光谱 和颠覆常规的化学配方 它既不像沉默的奥默默 也不像循规蹈矩的暴力索夫 而是用一种完全出人意料的方式 刷新着我们对彗星的认知 它的涅铁之谜还没解开 那个突然点燃的化学开关 是怎么回事也还不清楚 但正是这些未解之谜 推动着科学往前走 每一个星际访客 都是从另一颗恒星那寄来的 化学明信片 告诉我们银河系有多丰富多彩 下一个访客会带来什么惊喜 没人知道 但可以确定的是 我们已经做好准备了 如果哪天你在夜空中 看到一个喷着水 闪着绿光 还带着金属光泽的彗星 别慌 那可能只是又一个 不按套路出牌的宇宙来客罢了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